法定人數不足 7月1日刚刚和师傅说的 7月1日我们早上九点半 早上十一点钟 来说一个短期出家和百关插架的开市 因为我们在8月8日去华手图 有一个百关插架短期出家 我们邀请了欢姐法师去开市 7月1日星期三大家放假 不用上班 我们来听听师傅的开市 有一个短期出家和百关插架 那里有几个碟 就是刚刚做的 我们在网上有的 不过我们做了一套单独的碟 就是学乏的四个根本问题 第一个就是生从何来 第二个是死将何去 第三个就是如何生虎 第四个就是斬阳解脱 这个很多年前在佛清讲的 刚刚开始的时候讲的 这些碟有粤语也有国语配音 我找个人配音 因为有些是在大陆的 这些有多八个碟 我们有五百多只 几个影带放在网上 为什么特意做这个呢 就是这个是比初击的 因为家里有人不信法 或者刚刚想信 你给他看就对了 就是你叫他上网 他就能想 你叫他给东西 你叫他给东西 你学不学佛都要知道的 生从何来 这个是讲轮回 转世 第二个是死将何去 即是讲了灵界的生命 死了之后将会怎样 是否烧衣纸 要不要 这些 第三就是如何生活 消业职服 即是如何讲业 如何生活 就是讲业 如何去消业 如何挡住业 第四就是如何解脱 就是讲禅政物 这四个题目 就是我们学佛的时候 无论你是初级班 高级班 什么班 都要的 这四个问题 就是我们整天 怀扰着这四个问题 来学的 所以 这个做了 做了这个 第一 你应该要 一会儿拿 我们现在就讲 这个对治烦恼 大家 还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可以提出来问一下 未讲之前 还有几十秒 因为有些人来到的时候 你在这儿讲 就是没有意思了 你有没有问题 可以提出来问一下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讲了 什么声音啊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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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 我们现在讲佛学班 今天就讲 如何对治烦恼 烦恼 个个都有 没有烦恼 除非不开悟 一会儿就 一会儿就 没有烦恼 不是你确实有烦恼 所以 什么叫烦恼 大家要知道 不是说 有些人就问 是否不信意就是烦恼 如果不信意就是烦恼 那就很多事情烦恼 就是很多天的月又烦恼 塞车又烦恼 这个烦恼 等得久又烦恼 这个烦恼 你经常都在烦恼里面 不仅指 人生不已之事 十有八九 肯定是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不满意的 谁会有满意的事情 烦恼的定义就是 那个心是纏着你 不放 叫做烦恼 如果有些不顺意 都叫做烦恼 这也可以叫做烦恼 这个駕駛开得猛又烦恼 等不到车又烦恼 駕駛没有冷气又烦恼 冷气冬那头又烦恼 冷气热那头又烦恼 没有冷气又烦恼 所以 这个烦恼的定义 就是要耐 要纏着你耐 纏着你耐 无论你信不信意 都是烦恼 你种种类及彩都是烦恼 整天想到种种种种 种种种种 种种入了青山 都是烦恼 都是烦恼 好的东西都会变成烦恼 所以烦恼 为什么要对峙烦恼呢 为什么要对峙烦恼呢 很简单 收五庭心观 就是要停住你的心 这个小乘 收五庭心观 就是先停住你的心 因为你的心一直纏着他 不放的 当然 失恼 那些都是烦恼 灯恼 失恼 全部都是烦恼 所以 这个 要收五庭心观 我们首先 说一下 什么叫烦恼 烦恼有多少种 我们 派章表 就是五位百法 这个 就是百法明蒙论 百法明论 就是世称菩萨写的 世称菩萨 头头是学小乘的 小乘 他学大皮婆沙论 大皮婆沙论 将宇宙上面的法 分开为六百四十四个法 世称菩萨 学大皮婆沙论 学完之后 就走出来 扮风癲 要扮风癲 要扮风癲 学了十二年 走出来 扮风癲 扮风癲 人们不理他 本来是这个 因为你学小乘 不准走到其他地方 不准离开南方 因为北方的比喉 是学南方的东西 你不准走 不过扮风癲 走出来 他就跟大众说 驱舍论 就是把大皮婆沙论二百卷 变成二百个论 一卷缩成一个论 因为大皮婆沙论 很大套 将一卷缩成一个论 小乘的著作 驱舍论 很出名 如果你要知道小乘 要学小乘的东西 多数用驱舍论 一来比较简单 二来他说得很详细 驱舍论 将这个法 浓缩成75个法 驱舍论 75个法 世称菩萨 后来转成大乘 因为小乘 小乘是没有第八识 他只是说到第六识 小乘说到第六识 所以小乘 你问小乘下一世 亚僧多也好 亚僧差也好 什么也好 阳特也好 你问他下一世是如何 他没有下一世 即是他不能说下一世 为什么呢 他说到第六识 人死了之后 第六识没有了 即是完了 所以他只顾这一世 这一世就要解脱了 他没有说 消业绩福 你这一世更多福 下一世来享福 他不会说这些 小乘不会说这些 因为他传落下一世的机制 是不清楚的 因为只有第六识 第六识完了 但当世称菩萨学大乘的时候 他知道有这个第八识 所以加上第八识 那个宇宙 本来这个大皮菩萨论 六百四十四个法 驱舍论 将它做成七十五个法 七十五个法 现在加上大乘 做成八法明蒙论 这个是学唯识入门的东西 你入门的时候 唯识的入门就是八法明蒙论 以及讲五稳论 接着才到八识规矩论 接着才到唯识三十识 所以我们下一年 就是说正式的唯识 唯识三十识 即唯识三十识 这个唯识三十识 很少人说唯识三十识 就是整本成唯识论 即是原装法师将它 唯识三十识是细称的 即是细称菩萨 这是唯识的原装经典 原装法师学了 有十加解释 原装法师学回来的时候 本来是逐加注解 后来是规矩 规矩说 不行 在东土 我们中国 不流行十加一齐列出来 十加一齐叫它怎么想 中国喜欢直接的 你和它选择才选择 所以做了一个成唯识论 就已经选择好了 所以这个唯识三十识 是根本的唯识论 因为小人说 因为我们教了一个原用佛学院 当然要说一下 各样的东西都讲 我们四样东西都讲 我们现在讲这个百法明蒙论 百法宇宙百法 整个宇宙分为一百个法 一百个法是有手指的 色法十一心百百 五十一个心所法 二十四个不相应 六个无为成百法 这五个 色法有十一个 十一个有眼耳鼻视生意 色声香味触法 还加上一个无表色 无表色就是表面看不到的色 但是它有颜色 即是你受了戒 这个无表色就是专门说受戒 你受戒的时候 如果受菩萨戒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们读的时候 容灵长老读的时候 我们读第一次的时候 三分结无 第一次大地震动 那些善法从地上上升起 我这次也说了 怕你不会沽满 但是应该用灵长老读的 第二次集中在你的仇壳顶 读第二次的名字 集中在仇壳顶 第三次就好像华盖 进入你的身体 变成了戒体 戒体是表面上看不到的 普通人看不到你受了戒 但是鬼神会看到 你受了戒 受戒受得好不好 以及持戒持得好不好 戒体光极的鬼神 会敬畏你 为什么持戒的人 因为鬼神这么敬重 他说为什么做一样东西都可以 但是犯了戒的时候 做一样东西都不得 鬼神知道你犯戒 知道你持戒 知道你犯戒 这叫做无表色 没有表面的颜色 但是实际上有的 好像灌顶 灌顶也是灌顶 灌顶和受戒都是同一个原理 都是作法留下来的东西 灌顶 你灌过什么顶 鬼神知道 你灌过顶 尤其是灌过持轮金光 灌顶是十地 鬼神看到灌顶 灌顶也知道 灌顶是有东西的 又是遗色 我们请这个 八步化心生来 然后入到你的身体里 表面上是看不到的 但是鬼神会看到的 所以这一个 就是兽戒 灌顶 因为这个 色法十一 就是深法白 深法白就是白色心黄 所以白色心黄 小乘是没有的 小乘是没有的 大乘才会有的 所以叫做白色心黄 因为它没有了第八色 只是说到第六色 没有第七色 又没有摩拿色 又没有摩尬耶色 因为为什么不说? 因为这个佛为什么不说? 賴耶心色甚微細 窒氣種子如暴流 我對凡如不鮮艷 恐將虛假執成憎 《解三脈經》中說的 對凡夫和義成是不講阿賴耶色的 因為怕你將阿賴耶色執成佛聖 佛聖不是阿賴耶色 你叫清淨的阿賴耶色 變成神獸 慈慈勤伏式不怕野曾安 其實是修錯的 我們的佛聖有兩個 一個就是阿賴耶色 我們的佛聖有兩個 一個是第九色暗摩羅色 一個是第八色 這個白色 八色裏面有七色 有六色 有五色 五色 這個就是白色 白色裏面有前五色 第七色 第六色 第八色 第七色在這裏 這個 第九色就是暗摩羅色 暗摩羅色 就是縱形 百結可消磨 初加羅深無動轉 這是清淨的意識 這個清淨的意識就叫裂盆 這是裂盆 這個轉白色 乘四致就叫裂盆 第八色就轉成大圓鏡子 第七色就是平等性子 第六色就是妙觀察子 前五色就是成所作子 這個轉了就叫裂盆 未轉就叫做白色 轉了就叫裂盆 所以轉白色乘四致 這個轉白色乘四致 這叫裂盆 這是裂盆 所以成佛 要裂盆加裂盆 這個又有裂盆 又有裂盆 兩項的 有大裂盆和大裂盆 因為裂盆是空的 這個應無所住 應無所住 沒有用的 空曬是沒有用的 不懂得度眾生 而生其心 生其心就是要度眾生 所以你自己自利 這個就是裂盆 裂盆境界 利他就是菩薩 所以兩項都是需要的 不只一項 所以佛就不說了 佛說 賴爺微細色 集氣與暴流 這個 憎非憎恐滅 事故不善掩 這個就是《靈嚴經》中說的 賴爺微細色 柯爺爺色很微細 集氣與暴流 集氣在裏面儲存了很多 集氣與暴流 這個 憎非憎恐滅 他不是憎的 不是憎正的 憎正的 不是如內藏 如內藏是兩項 如內藏是第九色加第八色 才是如內藏 如果只是裂盆 不是如內藏 因為如內藏要度眾生 自利利他 應無所住而生其生 應無所住 這就是裂盆 真其生就是菩提 所以你度眾生而無眾生可度 這才是真正成佛 這就是白色心王 白色心王就是白色 前五色加第六色加第七色加第八色 這是白色心王 小成是沒有的 所以對凡夫和異成是不講第八色 這個到菩薩那時喜歡說 所以 賴耶微細色 集氣與暴流 憎非憎恐滅 事故不宣映 所以佛就不講 小成是講第八色的 第八色還是大成有的 所以世親菩薩就後來講遺色 所以他就講第八色 這是白色心王 白色心王 接著白色心王就有五十一個心所 五十一個心所 偏行別境善十一 中二第八 貪爭痴 偏行心所有五個 別境心所有五個 善心所有十一個 這個心所 偏行就是所有事情都做的 欲、性、概念、定位 這些叫偏行心所 偏行心所 偏行是作意足受賞施 偏行心所 偏行就是遇性、概念、定位 一個別的境界 偏行就是每一個意識一起的時候 所有事情都起的 每一個心一起的時候 都有作意足受賞施 這叫偏行別境 偏行別境就是遇性、概念、定位 這是對一個境界的 就叫做別境 善十一有十一個善心所 有十一個善心所 看看劃來劃去的那些 劃到哪裏 十一劃鬼腳 善呢? 不要劃錯就行了 這個善心所 有十一個 十一個劃到哪裏 善心所 因為要濃縮 所以 就少一些 這是十一個 十一個 十一個 我們現在不是說善心所 幾乎 不用理會 善走到哪裏 在下面 在他下面 信精盡 慚愧 無貪 無痴 無痴 慶安 不放逆 行捨不害 看來看來看不到 為什麼呢? 不用畫的 只要在下面 這是善心所 偏行別境 善十一 有十一個善心所 偏行有五個 別境有五個 善心所有十一個 煩惱深所 有六個 六個 貪憎痴 這叫做煩惱 根本煩惱 貪憎痴 孟而見 這個有六個 除煩惱呢 有二十個 二十個 裡面 有十個是小除煩惱的 小除煩惱呢 總共有 憤啊 行啊 腹啊 狂啊 癡啊 嬌啊 害啊 疾啊 坑啊 這些都是小除煩惱 兩個中除煩惱都是無尋無愧 然後有八個中煩惱 都是中二第八 貪憎痴 兩個是中煩惱 八個就是大除煩惱 北信 蟹苔 放逆 風沉 調舉 失念 不正知 勝亂 這些都是 除煩惱來的 有二十個除煩惱 有六個根本煩惱 這個呢 有四個就是不定煩惱 所以加起來就是五十一個 偏行別境善十一 中二第八 貪爭痴 五十 五十一 這個五五 這個五個偏行 五個別境 加善十一 就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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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煩惱 這個根本煩惱 接著加二十個除煩惱 加起來四個不定心鎖 即是 灰、棉、尋、士 這些都叫做不定心鎖 加起來就是五十一個心鎖 五十一個心鎖 就是心黃一動的時候 那個心鎖就跟著動了 即是馬仔 這個心黃一動的時候 那些大臣就跟著動了 那些大臣就五十一個 裏面有善的、有煩惱的 煩惱的 煩惱是六個根本煩惱 二十個除煩惱 所以首先我們要對峙惱 我們要看看 給你煩惱一下 看看煩惱有這麼多的 即是教煩惱 唯色真的聽到你一頭煙 有這麼多煩惱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有這麼多煩惱 我只是不能 熱就煩惱 冷也有煩惱 塞車也有煩惱 我只是不知道有這麼多煩惱 那些煩惱 又有這麼多 二十四個不相應 就是又不是善又不是惡的 這些是不相應 德、命更、義、無想定、滅盡定、明 明據、生據、盟據、生老、無常流轉 這個定義 這些是不相應 又不是善又不是惡 這些又不是善又不是惡 這些又不是善又不是惡 就是不相應 六個無謂 就是出三界的無謂 虛空無謂 則滅無謂 非則滅無謂 所以為何對峙 為何對峙 為何對峙 後面有說 小乘的正道經過 其實小乘才對峙 大乘才對峙 大乘不對峙 大乘是轉乎腦為菩提 你記住 斷、煩惱、了生死 就是小乘所說的 大乘是煩惱即菩提 那是怎樣斷呢 他們說是無法斷的 所以我們說完小乘是怎樣斷 小乘呢 我們知道有六個根本煩惱 貪、曾、痴、孟、而見 這六個根本煩惱 你看五庭心觀便知道 北靜觀 多貪眾生就是北靜觀 這是貪僧、痴、痴、孟而見 多貪眾生是北靜觀 多痴眾生是慈悲觀 多痴眾生是因緣觀 緣起觀即是因緣觀 所以先對峙大乘 我們說這麼多個小乘 你對峙大乘才可以對峙小乘 即是大乘解決了 即是阻止你生死的那些 天氣熱、天氣冷等得久 好吃不好吃 這些是小事 其實做人就是這樣 我對峙大乘的方法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做人 人就是這樣的 一天做神仙 做人就是這樣的 一定有的 你沒有煩惱便沒有情趣 你解決了煩惱便是開心的 你解決了 你沒有煩惱便沒有情趣 如果你在清新醫院那些又沒有煩惱 白癡那些又不懂煩惱 不懂煩惱便沒有情趣 經常都說 有東西吃我愛吃 有東西我睡覺我睡覺我睡覺 然後說不行 我要打機 那你認識 你認識 你認識 這是煩惱 媽媽叫你打機 你認識 你認識 我要打機 這是煩惱 但是有煩惱便比沒有煩惱 媽媽叫你認識 你認識 我認識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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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聽話 可能是白癡也不認識 所以 你煩惱便有煩惱的情趣 沒有煩惱便有煩惱的情趣 兩夫妻叫你走一步 叫你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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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買菜回來 叫你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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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情趣 你沒有吵架 有什麼情趣 你想吃什麼 就買你吃的 那你只是請一個工人 有什麼情趣 叫你吵架 我說那樣東西好吃 你說那樣東西好吃 這樣才有情趣 所以煩惱是情趣 解決煩惱就是你的成功感 沒有煩惱便沒有成功感 所以煩惱即菩提 你不要試圖斷它 不過小誠就告訴你 斷煩惱了心死 所以因為小誠要對峙 所以不停心 煩惱就是誠在你的心裡轉 它先停止你的心 停止你的心 第一 第一 因為小誠說日中一食 三衣一步 樹下一宿出家 他說出家 這些在家 小誠在家 他不理會在家 小誠全都出家 泰國有五十五萬出家人 有十五萬長期出家 有些短期出家 短期出家就是 到十六歲的時候 泰國規定要出家 你出家 表示你有宗教信仰 那些女生比較喜歡 你還未出家 那些女生不敲你 第二 就是因為她要當兵 你出家的時候 你不宏族 你一直做下去 不用當兵 所以她要當兵 你一宏族 她就祝你去當兵 當然了 你不能夠長期 你始終都要 當兵當到四十幾歲 你長期出家就行 所以多人出家 香港就是多難找人出家 香港呢 為什麼呢 因為每樣東西都好 要不出家 所以這個出家 有她的地理環境 在台灣就多人出家 為什麼呢 台灣有六十五萬六公 即有六十五萬個女生嫁不去 然後又出家了 出家的六十五萬六公 都是退役的 那又沒有六十幾歲退役 五六十歲退役 那又沒有結婚 當然出家了 所以一百三十萬出家人 應該 沒有的 不是每個人出家 但是也有幾萬 台灣很多出家人 為什麼呢 有些女生 走來香港也可以 嫁給香港人也可以 不過現在又不是很喜歡 現在呢 說一下北靖宮 北靖宮 因為他們出家 所以收北靖宮 北靖宮很容易收 在南武堂 經常叫我去收北靖宮 她說怎樣去收北靖宮 我說怎樣收 她說去到很容易 去到泰國那裡 你又告訴警察局 我來收北靖宮 她又說 安排 我們會安排 我們會安排 你住哪間酒店 登記了酒店 你又出家人 接著就打電話 打電話來說 我們今天要北靖宮收 我便拉大隊去看 看著她 拉個死囚出來 打毒針 接著就戒開給你看看 北靖宮是針光皮威神 看完之後 拍照 你幾天都不用吃飯 這些是北靖宮 內北靖 內北靖 你還有一個方法 你說台朝死屍 申請朝死屍 沒有人認領那些 這個是死囚 死屍 死屍 沒有人認領那些 你抬條回來 九上宮 他一邊爛 一邊跟你一起 四個人收 四個人 放在中間裡 你吃飯又對著他 睡覺又對著他 這個北靖宮 這個叫九上宮 由他慢慢變雨 變黑 流浪 流月 變成一吞水 變成白骨 你收完之後 你什麼都 他是這樣收 上一次有個顯龍法師 很久了 幾十年前 不是這個顯龍 現在 第二個顯龍 即是很早的顯龍 現在這個顯龍 寶林的顯龍 不是以前的顯龍 他說拿兩張席出來 告訴我們 這張席很寶貴 我說有什麼寶貴 他說放了二百條死屍 就是收過二百個北靖宮 多寶貴 所以北靖宮可以這樣收 如果不收 那你收八骨 八骨 八骨 都可以 八骨流光定 所以葉老師最喜歡收北靖宮 因為他沒有結婚 他就說 北靖宮真的很好 收到 連味道都聞到 死屍味都聞到 當然了 他當然聞到死屍味 收得好便聞到 收得好 整個境界現前 北靖宮 你收到 整個天空都是北靖 北靖 整個天空都是北靖 那叫車摩托 所以車摩托 北靖宮 這個北靖宮 我們可以在這裏 我們也收過 百無酒齒皮 就是念 皮齒酒無意 收三十六蜜 觀濕三十六蜜 百無酒齒皮 譚阿血 鹽 深江皮 威神 你逐個逐個去觀 這裏叫北靖宮 觀到譚阿鹽 口水 鼻涕 觀到那些髒東西 便是北靖 這表示 你不會去貪這些東西 不會去貪這些東西 有什麽好處呢 有什麽好處呢 就是當有個女孩走過來 很漂亮 接著北靖宮 觀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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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到內臟 你們還喜歡 不喜歡 所以 這個馮鳳 在書上寫 他看到女孩 是見到內臟 見到內臟 所以他不結婚 馮鳳就寫了書 他說他以前 即是上一世 是收北靖宮 所以現在這一世 這個功德好就是這樣 這個慈悲宮 所以這個北靖宮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說北靖宮 北靖宮 你不適合修 修慈悲宮 慈悲宮 就是多稱眾生的慈悲宮 人們很猛狀 人們很猛狀 每樣東西都猛狀 都猛狀 多稱恨 多稱恨 修慈悲宮 慈悲宮 慈悲宮 很容易修 慈悲宮有兩個 第一個是愚武宮 所有眾生都是我媽媽 首先 一個眾生是我媽媽 然後 所有全世界的眾生都是我媽媽 你對媽媽很好 對媽媽對你很好 有恩德 你就會對所有眾生 都當對你媽媽 如果你媽媽經常打你 你沒有慈悲宮 你慈悲宮 你慈悲宮就功不了 因為越功就越稱恨 這樣就不行 現在那些人不奇怪 有些媽媽對她不好 有些信眾說 媽媽媽 媽媽 就粒粒麻布袋 拿些鐵枝吐她 當然是不准功 有些又說 走進去 堅落床底 都被滾水淋她出來 當然不能夠功 現在那些媽媽不同意志 我們不要得罪媽媽 所以這個慈悲宮 慈悲宮 你媽媽對你好 你慈悲的媽媽 第二 可以自他悶 這個更厲害 這是直天菩薩 這是大乘的 因為直天菩薩 是寫入菩薩行論的 直天菩薩有大乘的思想 在斯里能卡傳這個慈悲宮 慈悲宮就是自他悶 吸入眾生的壞事 然後敷出好東西給眾生 有個功夫 吸入眾生的黑氣 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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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吸入 但是心裏面有了蓮花 將它轉成清淨 然後敷出來給眾生 吸入 敷不出來 那些壞事都給了你 我們也修過 但是我們好像越修越驚 我們越來越不行 怕不修 所以你轉得到便可以修 轉不到便不能修 是自他悶的 沒有不自走的自他悶 我給我吸入所有的壞事 然後敷出好東西給眾生 我的福布給眾生 那你越來越沒有福 沒有所謂的菩薩 但是這個不行 就是你要懂得轉化 將這些壞事吸入 然後經過蓮花 轉成清淨 然後敷出來給眾生 這個叫自他碗 還有一次 我們在葡萄會 葡萄會有很多外國的壞事 但斯里蘭卡是法師來 斯里蘭卡的秘書 我問佛教會秘書 什麼二叉子 二叉子 我問他 他早上打坐 我問他打什麼 我周慈悲觀 我問如何收 他說很簡單 我首先觀你師傅很開心 然後觀你很開心 然後觀你很開心 然後整個葡萄會的人很開心 然後觀整個銅鑼灣的人很開心 然後整個香港的人很開心 然後觀全世界的人很開心 你出了定志便很開心 對所有人都很開心 這是最容易的 因為起床的時候 觀你家人很開心 觀你媽媽很開心 爸爸很開心 所有人都開心 然後所有眾生都開心 這個叫慈悲觀 這個比較容易收 這是慈悲觀 收了之後 就對眾生慈悲 對所有人都開心 這個也是值天菩薩的 不過這個慈悲觀 比慈悲觀更好 姻緣觀就是觀十二姻緣 多次眾生 戒分別觀就是 你執著地水火風 戒分別觀最主要 都是用來收北正觀的東西 例如女孩子 你覺得她漂亮 那你就觀她的避史 戒分別的話 你只是觀一樣 沒有整個觀 整個觀當然是觀不到 整個觀說她漂亮 譬如我們整個明星 就是觀她的避史 特意的 他們就變成不漂亮 戒分別觀 分開來觀 你就覺得她不漂亮 你覺得她漂亮 哪裡漂亮 整個人漂亮 但是避史也不漂亮 再不然就是觀她牙 沒有拆牙的時候 這叫戒分別觀 即是對峙你的執著 對峙你的執著 可以供地水火風 這個 最後一個就是 五庭深觀 五庭深觀 草色觀多聖眾生 草色觀 凡腦內聖亂心很重要 影響你修行 所以就修草色觀 由一數到十 又十數到一 天台中 拿到她來做天台靜坐法 那你跟阿昌公修這個天台小子觀 就是草色觀 叫做北定子觀 這就是對峙煩惱的方法 他就是用這個 修五庭深觀 接著是別相念 總相念 亂頂隱畏 世帝一法 接著是正初果 接著是正四果 這就是小城的正道經過 所以他就要對峙煩惱 今天說對峙煩惱 所以我們說這個煩惱 我們不是要對峙煩惱的 我們大成不是要對峙的 不過你要對峙都可以 如果你是親行心 看看你哪個心重 慈悲心 悲念重 就修這個北定觀 就是情慾重 就修北定觀 但是這個是兩金路法門 北定觀和蘇式觀是兩金路法門 但是佛說 北定觀是有副作用的 如果出家人修 情緒會比較低落 北定觀 北定觀會有副作用 在家人當然不能修 不需要結婚嗎 不需要結婚 不如出家 修北定觀 修北定觀 看見女生 叫你去相體 看見她的內臟 你怎能結婚 你不能結婚 所以在家人 就不應該修 你有老婆看到 你怎樣修 你不能修 你不可以修 你只管她北定 你還需要什麼 所以這一個 還需要生活 所以在家人 就不修北定觀 出家人修 出家人修北定觀 再加人 除非你是獨生 你就修北定觀 但你有家庭 當然不能修北定觀 所以這兩金奴法門 剩下薯式觀 薯式觀 這叫北定子觀 薯式觀 薯式觀 二十三歲 他讀這個法花經 讀到若王菩薩 授忌品 事增供養 入百花船陀羅尼 見到靈生一會 燕然未散 見到靈生還在講經 即加茂尼佛 還在講經 接著他就去金陵的雅公子 就教一些特工貴人靜座 開靜座班 講了八年 講了八年 就做了一個 色塵波羅蜜次第法門 一個就是講義 色塵波羅蜜次第法門 分析所有裏面的東西 即是靜座的東西 靜座的東西 當時他的哥哥陳針 他叫陳針 陳針就這個 張果佬 遇到張果佬 張果佬看相 說他還有一個月的命 接著他就很緊張 找到智者大師 怎麼算好 張果佬我得一個命 他說是張果佬先翁 怎麼算 這個智者大師 他教你 這樣嗎 這樣靜座 常常靜座 身體好 你靜座 但你色塵波羅蜜次第法門 供大套東西 十卷 那你就看不完 那就抽其中一卷 第六卷出來的方便品 方便品 那一卷出來 就變成了小子宮 小子宮 要來教陳針 改完 錯了之後就沒事 不死 所以這個小子宮 就是講二十五方便 這個就是小子宮 小子宮又叫做同蒙子宮 這個就是北靜宮 這個就是這個數式宮 我們順便說 這個就是五庭深宮 小成對峙怒就是這樣 大成就不說這件事 大成要轉煩惱為菩提 轉煩惱為菩提 就是這個煩惱 大成就說 這個心所其實是我們的人的心 我們不能夠把心所去抑制 心所抑制 現在小成或者大成 你說開悟 開悟是甚麼來的呢 開悟 你試試解釋一下 開悟 沒有人解釋過 因為他們以前不懂 我們看到這個就知道了 掩飾體 二十三對掩飾體 我們仍有二十三對掩飾體 第五對掩飾體是最重要的 第五對掩飾體為何重要呢 因為有P和Q 這個5P 11 12 13 5P 11 12 13 這個呢 下面呢 P 32 33 34 這個 P 32 33 34 有P和Q 你喜歡P P 喜歡Q 長的就是P 短的就是Q 因為有長 有長 其實DNA呢 就是全部都是這樣的 GATC 只有四個東西而已 GATC 四個東西 GATC 這個 腦飄靈 腺飄靈 腺墨靈 腺墨靈 GATC 這四個東西組成的 所以如果你有錢 給陸萌萌去檢查DNA圖譜 他給你一本書 GATC GATC 只有四個字母 那你就看一看一看 有甚麼不同的對 有甚麼不同的 會對那些人去對 因為有十三萬個組合 不同的組合 那你就看哪裏出了問題 每一個掩飾體都有不同的東西 第五對是特別重要 這個GATC 又發現 這個人為何會特別聰明 為何會特別聰明呢 原來人呢 那個 那個 R S2 那個區 因為我們是GATC 那一區 那一頁 你會當它是那一頁 那些專家去看那一頁 那個區 我們 複製了三個出來 即是人有四個 動物只有一個 所以 我們就聰明過他們 為甚麼呢 因為動物 例如狗 貓 都有GATC 現在每個都是一樣的 最接近人是甚麼呢 毛豆 這些毛豆 吃的那些毛豆 綠色的毛豆 最接近那些 天竺鼠也很接近人 但為何天竺鼠也不是人呢 星星也不是很接近 黑星星也不是很接近 為何 人複製了四個出來 所以我們有四組 這些四組 是要來控制腦 腦法特一些 腦的傳遞 訊息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就是法特一些 法特一些的時候 法特一些 變成人就聰明一些 那些動物 整來整去都不夠人工聰明 因為這些 狗之類 獅子老虎 大象 星星 海豚 他們都不夠人工聰明 因為他們複製了四個出來 複製了多了三個 即是要四組 四組這些東西 究竟誰弄這四組出來呢 太空人 外太空人 用來做實驗 弄一些東西出來 加多一些 令人聰明一些 或者不會突然間 弄出來的 因為從進化卵 突然脫了一節 突然間一節 人聰明了出來 突然間飆了出來 那一節又不知做什麼 那時候 究竟為什麼會多了四個呢 這個 不要說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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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們說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四 這個是腎上腺素受體 腎上腺素 腎上腺素受體 腎上腺素受體 這個受體 腎上腺素 就是你激傷的時候 腎上腺素上腺素上升 激傷或者停水很低 腎上腺素下降 這個激傷就是腎上腺素受體 腎上腺素受體 腎上腺素受得多 便變成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 變成有病了 變成什麼呢 第一 激一些 被人激傷 激少少 便變成精神衰弱 精神衰弱 手心出汗 分不住 精神衰弱 激多些的時候 三十二 激多些 再激多些的時候 便變成思覺失調 聽到一些不應該聽到的東西 見到一些不應該見到的東西 到最後 三十四 忍無可忍 精神崩裂 這四個東西 這四個東西 變成四個病 所以腎上腺素很重要 所以千萬不要被人激傷 所以一激傷你便離開 你便離開 不要被人激傷 所以你們好一點 你們是在家人 一有事不開心 你就去打球 去游泳 你們可以做這些 我們不行 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我們只有打座 你們連佛的打座 你們比我們更好 不過我們朋友又少一點 我們朋友又少過你們 我們至少不會養冤家 不會養債主 你們養冤家 你們整個冤家回來 養你一輩子 然後養債主 然後又要交租 我們要交租 又要供樓 又要交租 然後又要找工作 看老闆面口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老闆 我們自己就是老闆 我們沒有自己自主 我們又不用做事 你們喜歡收什麼 你的事 我們從來都不管人家 你自己喜歡收什麼 你自己用了 我們一人收十個小時 我一人做十個小時 為什麼要收十個小時 因為分工也八個小時 兩個小時打網上 即是十個小時 才能吃飯 才能吃安樂 人家都要分工 你的分工就是修行 分工修行 兩個小時撐破 即是十個小時 經過打網上 變成十個小時 但是十個小時是自願的 你喜歡收的 即是你喜歡的 你可以睡覺的 你睡不到那麼多 你才收 所以這一個是你自主的 所以我們的煩惱 是比你們少 這個不會有煩惱的 所以這個 神上線素受體 修行 修行叫做心一景性 心一景性 我們的神上線素 一直都這樣 現在要做到心一景性 心一景性是怎樣呢 心一景性 將它觀度 觀度一件事 不要想太多 心一景性 無論你修四念柱也好 生念智也好 全部都集中到一點 集中到一點 你的神上線度就越降越低 破了它的功能 破了它的功能 心一景性 心一景性 就變成所有的東西都是一樣 這個 念法是誰 苟子有佛性 苟子沒有佛性 把這個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三 這個功能廢了它 廢了它的時候 你就變成開悟 開悟什麼都沒有 弄來將口 依來將守 倦來生將我 葉似愛風吹 就是入青山 所以這個開悟又不是入青山 為什麼呢 因為它用的東西 是將心一景性 但是它不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就會瘋了 你越來越少 現在是越來越少 你經常在那裡打坐 觀心 或者經常打坐 念法是誰 苟子有佛性 這些是將你的東西 一路一路降少它 降少它的時候 那就心一景性 變成了 整天都一個 一個 應前一念 不要想其他事情 那就變成心靜下來 不過這個 這個消除憤怒 這個方法 是不太好的 為什麼呢 你雖然是明心見性 或者見了性 見了性 到南界點的時候 虛空粉碎 大地平沉 所有的都沒有 這個 這個 就叫開悟 這個開悟來說 這個禅宗的開悟 也好 小誠的開悟也好 它都是特度深一景性 你將腎上腺素全部不用 將它押押押押 即是不會有情緒的波動 將情緒的波動降到最低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不好的 為什麼不好呢 開悟也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開悟之後 下一世要再開悟 為什麼呢 不能傳落下一世 因為是DNA來的 DNA為何傳落下一世 不是嗎 所以你見開悟那些 回來又再開悟 每次都要再開悟 每次都要再開悟 那你說開悟也不好 開悟當然好 如果一早開悟便好 如果最後到九十歲才開悟 便不好 即是你沒有做到事 一輩子都在做這件事 都沒有做到事 如果你二十多歲 開悟當然可以弘法 可以教人怎樣開悟 當然好 阿曾他 阿曾多 虛弘老和尚當然好 但是你萬一做到八九十歲才開悟 或者不開悟 一輩子都不開悟 一輩子都不開悟 一輩子都沒有做到事 只是你弄自己 所以我們脈中不說開悟 我們說率地成就 我們說你一路要做事 一路要道眾生 道眾生和開悟一起去做 那你不要專注在開悟 開不了那怎麼辦 其實你看到現在有多少人開悟 現在沒有人開悟 那有多少人去做開悟的事 所以浪費了些時間 那你就去道眾生 一路道眾生一路開悟 即是這個率地成就 你又要做道眾生 識爭懷珠 又要做護摩 又要做性 那你又要修治輪功 那你才會消業積福 又要放蒙生 詩食 又要供天 供養那樣 供佛菩 那你便會積福 那你便好過了 下一世來的時候 最少做三宿四宿 做五宗六宗也好 你真是好過 即是有福 有福 你捱到 即是你這一世做了 仲福 道眾生 至少幫助到眾生 施石 幫助到俄鬼那些 供天供佛菩 那你便積福 那你始終都穩定過 你只能搞那樣開悟 開悟不是不好 我們不反對 不反對 但是 你究竟何時才能搞成這件事 難說 因為 雖然搞成了 都是自己開心 那你到九十歲才開心 即是對境無心 你對境無心 你早就好 你二十歲 對境無心當然好 但是你九十歲 才對境無心 你下一世又會再來過 有這麼蠢的人 所以 我們不做這件事 我們一路做 開悟是自然的 等它來 你想開悟 就不開悟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有東西看著你 開悟已經要執著了 開悟是沒有意識之下開悟的 你有一個開悟的意識 已經不開悟了 所以這些是自然的 我們不反對開悟 但是它來到自然 自然自然有 不來到我們中福 我們消業積風 好過這件事 所以 我們講迫怒即菩提 我們講這個 墨宗講 我們是金剛撒多 五秘密 我們是金剛撒多 我們是佛來的 金剛撒多 我們是金剛撒多 金剛撒多 有四個根本迫怒 人隨著它 這個 肉 竹 這個 竹 這個 愛 愛 盲 小成 小成就修 多貪眾生不成功 多貪眾生不成功 多貪眾生慈悲功 這是貪 為何是貪呢 這是貪肉 貪肉 最大便是貪 男女之肉 這是最大的貪 這個竹 接觸眾生當然是起降 接觸眾生當然有磨擦 這是稱 這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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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這個愛當然是癡癡的 癡 欲觸愛 貪僧癡 這個孟而見 貪僧癡 耳和見 不用了 這四個東西最重要 貪僧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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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愛 愛又孟癡 癡 貪僧癡 貪僧癡 而見 小誠 是對峙 對峙 今天的題目是對峙磨 告訴你如何對峙 你對不對峙是你的事 我講了 你中醫的題目 我們中醫的題目 你出一個題目 本來的題目 大誠來說不會對峙 我們只會轉化它 轉乎癡為菩提 這個煩癡變成菩提 這個 三辰痴孟而見 如果你小誠 去对峙它 这个按下它 这个足也按下它 这个爱也按下它 这个猛也按下它 那就变成了没有了 心一景盛 心一景盛 这可能没有了 这个正道 它是见尸而画团 但是不能导众生 自己内心感受而已 你没有导众生 所以大乘这个五秘密 我们本身就是佛 我们欲足爱猛 这个八识规矩中 贪嗔我爱猛相随 有情日夜赠风迷 即是说 贪嗔我爱猛相随 有情日夜赠风迷 即是这个日日夜夜 我们都要贪嗔爱猛 这四个根本蒙佬陪着我们了 小成人就将他克服的 将他对峙 对峙了之后 变成没有收北静观 变成没有贪念 没有贪念 收这个慈悲观 变成没有称恨心 将他的心去除他 这个叫做断烦恼了生死 他以为断了烦恼就可以了生死 断烦恼了生死 断烦恼了生死 你将这几样的事破坏 即是没有了欲触爱猛 没有了欲触爱猛 没有了欲触爱猛 你又怎样导众生 你自己的感受 怎样导众生 你没有欲触爱猛 所以我们大成 就不讲断烦恼的 不讲断烦恼 我们是讲 转烦恼为菩提 我们发大菩提心 你用什么去对峰恼 不是对峰恼 我们要转态 我们要发大菩提心 要成佛导众生 这个叫大欲 欲就很容易 欲就很容易 我想做什么 你想欲 都是欲 欲成佛 这个菩提心 够不够大 我想成佛 我想成佛 我想成佛导众生 这个欲 将它一变成大圆镜子 这个欲就变成大圆镜子 因为你想成佛 大菩提心 一加下去 欲就变成大圆镜子 作虚空佛事 度如幻众生 要导众生 而无众生可导 所以要大圆镜子 因为导众生 好像是镜 虽然是有 但是其实是没有染的 这叫大圆镜子 大菩提心 一加到肉 就变成大圆镜子 大菩提心 一加到竹 竹本来是接触众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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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大菩提心 加下去 就接触所有的众生 这个是平等性智 这个第七色 变成平等性智 平等性智 平等性智 这个变成保生佛 这个变成恶错秘佛 这个变成恶错秘佛 这个是保生佛 这个变成恶错秘佛 这个是平等性智 以前是接触一个人的 但是你要大爱 爱所有的众生 要接触所有的众生 要接触所有的众生 这个变成平等性智 如果你是这个爱 爱日本人是爱一个人 但爱一个人是很辛苦的 爱一个人 他不爱你就大事 所以最好不要爱 爱了之后就大事 爱就没有问题 这个 暖才有问题 所以那些人问我 暖 暖和同性暖有什么 我们佛教不说暖 弘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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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 但是爱是可以的 爱所有 爱世人 爱所有的人是可以的 暖就大事 我爱妈妈 和你暖妈妈 大事 是两样 两样不同 所以不是用暖 而是用爱 爱 你用大菩提心加进去 所有 爱所有的众生 变成妙弓察智 妙弓察智 你爱所有的众生 知道众生喜欢什么 可以就他 那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妙弓察智 第六式 第六式 转成妙弓察智 那这个猛 本来猛 我猛更高 我成佛 我成佛 我成佛度众生 我就是 我就是 比你更好 现在 你把大菩提心加进去 我成佛度众生 那些人说 你不用成佛 等众生来度你 就是我成佛度众生 就是我要成佛度众生 那就是我猛 佛盲 生起佛盲 就是我来度你们 你是不是 奉公我猛 等众生来度你 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成佛度众生 等众生成佛来度你 不行 所以你要有佛盲 佛盲就是我成佛来度众生 所以这个就变成所作智 这个就变成北空成就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 所以 其实这四个根本弘弘 就是我们的四智 如果你不要这四个根本弘弘 那你就不要四智 所以我们只不过把它转 转这个根本弘弘 转变成四种智慧 所以四种智慧才可以度众生 所以大乘和小乘是不同的 就是这样的 我们是去转烦恼的 小乘是去对峙烦恼 我们不是说不对峙 而是减少它 当你第一件事 如何减少呢 第一件事 我们的烦恼都不会比你少 我们虽然没有冤家债主 又不用上班又不用吃 我们也会烦恼 塞车便会烦恼 但是塞车便会烦恼 那些东西不好吃便会烦恼 天气热便会烦恼 冷气坏便会烦恼 我们更加烦恼 但是如果你想想一层 人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 一人不做 不做又不行 你不要做 不做又不行 逃避又不行 人就是要烦恼 这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的东西 没有烦恼才不正常 有烦恼是正常的 但是你不执着它 你不要停留在心里面 烦恼就是停留在心里面 有多久便是烦恼 你不要让烦恼住在心里面 烦恼不要住在心里面 就是你不要让烦恼停留在心里面 当你发觉有烦恼起的时候 你就不要想它 不要想它便是没有烦恼 因为烦恼的东西 你一直加它便一直烦恼 所以无住 当你吃饭的时候 言律师问大丁和尚 你禅宗为何修行 大丁和尚说 哎呀 昆时惹饭 这个肌内惹饭昆时眠 这个人肚饿便吃饭 这个人疲惯的时候便睡觉 大丁和尚说 三岁的小孩都知道 肌内惹饭昆时眠 谁不懂 大丁和尚说 对了 三岁的小孩都知道 但是80岁的老人家都做不到 因为他吃饭的时候不是吃饭 而是吃饭 这些饭我没有吃的 担心吃什么都齐 所以你吃饭还是吃饭 你以为今天是吃饭还是吃饭 你是吃饭就是吃饭 吃饭就是吃饭 你要吃好吃就是吃好吃 还是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所以饭来 你没有分别它究竟是好吃 或是不好吃 只要吃饭是甜饱肚子 甜饱肚子就算是没有烦恼 所以就算给什么吃都没有烦恼 所以我从来没有说那些饭是好吃的 有得吃已经开心了 还说是好吃的 那别人煮饭就很难煮 那些人都说不好吃 又说不够咸 又说不够什么 你究竟是吃饭 又说吃饭 有得吃已经开心了 好吃还是一餐 吃饭就算了 那你就没有烦恼 克服了吃饭的烦恼 那你不会 那睡觉的时候 他说睡觉的时候 不是睡觉想法害人 睡觉就是睡觉 一踏下去就睡觉 所以有些人走来我们 今次还有两个人 走来我们那里 那里收四家行 他收了两天他就走 本来他住三个月 要收完四家行 他说我晚上睡不着 我为什么睡不着 他说那些果实 你看那些龙眼 那些风吹就掉下来 睡不着 睡不着 我说你当然不够勤力 怎会听到才可以 我回答下去 什么都不记得 我们 我们是没有睡不着的 即是这六十年 六十五年 我们是没有睡不着 64岁而已 64岁 我们是没试过睡不着的 因为只要不够睡 所以只要不够睡 我们是不会硬去睡觉 我们是休息 我们不睡觉 即是再累了 就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有时 睡两三个小时 要睡三四个小时 即是分绝来睡 不过你们不行 你们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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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家里都可以 等到周围走 你们在家里 我们不是的 每个时间都可以休息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是佛堂 我们什么时候干什么 你们在家里 你们在家里人 你们在家里 你睡不着 开着眼灯 那些人是罵你的 所以出家和不出家的分别 所以 你做得累就不会 所以你不要睡觉 睡不着 对峙失眠的方法 睡不着 不要睡 做到他累了 自然会睡 不够睡 明天又要上班 不够精神 我们不用上班 明天打坐 我说明天 什么时候睡都可以 所以他调一点 你说 我睡不着 不可以的 明天要上班 不够精神 我明天要开车 怎么可以 开巴士 整个车的人在 我睡不着 不可以的 你给自己的压力 你更加睡不着 光光 你越想睡 就是越想睡不着 我们是无所谓的 我们睡不睡得着 无所谓的 睡不着 明天再睡过 你们无所谓的 你们不可以的 所以 这个 这个 断烦恼 了生死 只要住在那里 不要让他住在那里 让烦恼住在那里 当你有烦恼的时候 第一件事 人都是这样 没有办法 一定有烦恼 这些是不顺义 不顺义之事 十有八九 没有一定顺义的 做人都一定不顺义的 特首也不顺义 议员也不顺义 每个人都不顺义的 民主派也不顺义 经济派也不顺义 什么人都不顺义 男子也不顺义 女子也不顺义 做到明星也不顺义 因为有人比你威力 为什么以前那些明星 那么多自杀 什么 南代那些 就是有人比他聪明 地坏也不顺义 那你不顺义 不顺义 所以不顺义 知事十有八九 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 没什么所谓 你不顺义 不要想 不要做我用 不要想 做另一件事 去霸解他 那你就容易 不顺义 打球 游泳 听歌 你们多些东西 我们就没有 我们念佛 打坐 睡觉 不要理他 就行了 就是 雨 雨是这样的 有时 整个东西掉到地上 很雨 那雨多久呢 一会儿就收拾它 那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这是指定动作 所以 整天都会 整个包球掉到地上 我们几乎 这么多人看着你 那没办法 人就是这样 没办法 有时 有时语气上来也没办法 有时拿着个稿 读错 那你怎么办 那开康 开错了 那怎么办 没办法 雨是这样的 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要理他 总要知道 一不开心的事 就不要理他 那就没事了 所以不要让他 停在你心里 你最重要的是 放得低 什么都要放低 你想也没用 你想也没用 你想也有什么用 这些事情不能解决 你不开心的事 住在这里 就不能解决 整天种六合彩 都不能解决 你种一次 种一次六合彩 就好了 我们出家就不能买六合彩 那次很幸运 我们去常奉法师逃避 我们去东楼 东楼门口 有个黑衣走过来 不是黑衣 不知道黑衣是什么 那些东楼 我说师傅 给点钱吧 我给你一张六合彩 我说对 这些东楼是填埋的 他填埋的 我说这次没死了 我拿回去 这次没死了 我给他一百元 拿三张 人家给的 黑衣都要动脑羹 他给你一张六合彩 给他一些钱 大家都很开心 你不可以种 所以我拿回去 就放在一佛桌上 佛菩萨 这么久没有买 你给我一次 很挂的 你这么久没有买 中了就不用囚钱 起庙 什么都可以做 果然 他叫人去买 当然不是自己去买 然后买回来 师傅 中了 中了多少钱 中了 真是很难 中了二十元 肯定给你中 他说 他说 很难 中了一次 二十年买一次就中了 也很难 二十元也好 比佛菩萨好 虽然我不分本 也好 所以佛菩萨很搞笑 你想做 实际给你中 都要凌才行 都很难 你不要说 你一买就中了 那么容易 所以 凡是那些东西 不要执着 佛菩萨会安排 将生命 附之龙天 出了家 我们什么都给佛菩萨 佛菩萨 要你做什么 我们这些打工仔 没有权权 你要我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你要有钱 就有钱 要穷就穷 所以我们 不如不蓄金钱 我们不是不足 我们是不蓄 钱还买了牆 所以 你给雷是 我也好 给什么也好 我也买了牆 这里 如果你给佛菩萨 就归佛菩萨 在我的庙子 归香油箱 我就没有钱 我要钱 那时候在这儿拿 就行了 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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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长自备 我们都没有用 要钱就没有用 所以 不蓄金钱 不蓄金钱 不用钱 要钱 它自然会来的 所以我们 建了这么多庙子 我们未筹过钱 我们不停地做事 现在还有两个工人 在这儿装修 不停装修 三庙庙 一路由旧 改到生 一路拆到这儿 改到那儿 改到现在还在改更 但是我们未筹过钱 我们没有筹钱 有钱就去 没有钱就没有 所以 一定要筹钱 整天要向别人拿钱 那是多难呢 所以 来到我这儿 我们是不说钱的 无论做什么都好 我们也不说钱 我们是不说钱的 是说钱失感情 你的钱是命羹 要来养妻活儿的 拿你的钱 怎样好意思 所以 所以你有钱就给 我多多都需要收 例是 我收过二百万一封 但是 你不给都可以 你给五毛钱 我一样这么高气 那不是我的 钱 白糖 那关我什么事 所以 所以这些 所谓不缩金钱 不缩金钱 所以 所有事情不要执着 相生命负之隆天 他要你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这样 又好彩 他又不会被你病 病了就不能做 所以 当你有伤风感冒的时候 放弘生的时候 你不要被我病 病了之后不放 他又不会被你病 你病了就不能做 所以 又不会病 又不会被你没有钱 没有钱就不能做 又不会被你没有钱 又不会被你病 但是又不被你发德 我发德 我就游船 八十日运游世界 那你就不用收行 是吧 很简单 那你就不用收行 又不会被你有钱 又不会被你病 病了就不能做 有了钱 你又不肯做 所以又不会有钱 又不会病 那就好 那就是这样 所以 将生命负之隆天 所以不用想 所以 做人的事 你什么 什么事发生 都 没有办法解决 这是命也 尽人事安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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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够缺步才有烦恼 没有缺步才有烦恼 第一 你不要贪 不是你住 你住狗土生 你都说不行 我要住 我要住礼崩府 那当然不行 这些是烦恼 这些就是烦恼 如果你是不贪 你是普通的生活 你不要这么贪 当然要对峙 那些人要对峙 但是如果你说 基本的生活 基本的生活 你需要基本的生活 才没有烦恼 因为基本的生活 就比较 身体没有病 身体没有病 做事顺顺利利 你便没有烦恼 没有那么多烦恼 没有那么多烦恼 没有那么多烦恼的时候 那就不用那么烦恼 所以我们大成除了转烦恼 转烦恼为菩提之外 我们还要消业积福 消业积福 才能够确保你没有烦恼 消业积福 你消业 你身体为什么有病 病的烦恼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一世都不看病 我们六十多年 不是六十多年 归医了唱功之后才没有病 四十年 四十年未看医生 那就多好呢 你省了多少时间 去排队 医生 看过了 当然看过了 看牙医 你又要排 你送很多金沙给我们 真的没有办法 不要又不行 唯有你出金沙 我们出牙 所以我们看过牙医 但是排队 又要排队 又要拿药 排队 又要排队 又要拿药 又要拿药 亢免多少时间 所以我们要消业 消业第一件事 我们 所以我们那饼带 如何生活 消业积福 消业 我们要消业 消业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 我们要服业 服业 消业有两种 一个叫服业 一个叫焦业 这个焦业 焦业就是焦了 种子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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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起现行 但是不等于没有 种子焦了 你做了一件事 你正道 正道之后 你的心不想它 但是你不想它 冤家债主会追来 就会被你害的冤家债主追来 所以是焦业 就算焦业 就算你正道也好 也有金枪马蜜之报 佛也有金枪马蜜之报 一样会受报 不过你那时候 没什么所谓 正道 所以这个焦业 焦业是正道 一个就是伏业 我们未正道的人就是伏业 伏业就是拿福布押着恶业 这个做了很多恶业 以前上一世 这一世 这一世都做不少 上一世又不知道做多少 你唯有伏业 拿善业押着恶业 所以你能压得到 压得到 压得到 那便很顺利 有些人能压得到 那些恶业就不会飙出来 那些恶业不会飙出来 那些恶业出来的时候 我又修行的 我又归依的 我又信佛的 但为什么有这么多恶业出来 因为你的腹部不够压着业 你的东西是掩盖的 掩盖不到 掩盖不到便收多些 你不要说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 没有那么快 你要伏业 至少供天要供三年 即是修一个法 每一个法成就要三年 以天的法来说 你要一千藤 一千藤即是三年 所以 了凡四分 做了多久 了凡四分 了凡四分 做了十一年 余正义工就快点 做了两年 余正义工 正义盟 謝造盟 他做了两年 但是了凡四分 做了十一年 他念准提招 又做工过架 才能改到的 改名运不是公义的 所以伏业也不是公义的 你不一定能够伏 不是 师傅 为什么修了凡年 也不够伯特 周大一天 共义 不够伯特 凡年 十年也不够伯特 就是看你的福报 所以伏业 如果你伏得不够 便做多些 你伏得不够 那你一定做多些 所以这个伏业 伏得不够 那你便做多些 那这个 这个伏业 这个伏业 伏得不够 那便做多些 没有办法 这个业是这样的 所以你便做多些 做多些福报 蓋着那些恶业 那你觉得 你还有恶业 还出的 为什么我修极也有病 那便做多些 病的原因 你没有修约师佛 没有放生 放生 修约师佛 你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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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忏 拜忏 大悲忏 那些忏悔之后 那些冤家 债主来报仇的时候 会告诉你 这个佛菩萨 会跟你讲情 他都忏悔 你还想怎样 那你便便 不会来搞你 你来报仇 忏悔 忏悔 那想怎样 那佛菩萨 会跟你讲情 那你就算他追到来 你都说我忏悔了 那还想怎样 你一道业 道业就有事 道业 就算不了事 也感到低一点 所以 你一定要忏悔 第二 你修约师佛 修约师佛 第三 放蒙生 试食 冤家债主追到来 你扔些东西给他吃 不是整堆人追来 扔些东西给他吃 扔些东西 吃你的东西 因为冤家债主 把冤家债主 变成你的护法 大护法 我早就放蒙生了 放蒙生了 放蒙生了几十年 以前在那边 在亚佳老街那边 我刚刚学佛 那时候是1977年 我看佛清 看到放蒙生的 哎呀对了 我说 放蒙生的 放蒙生 看完之后 第一 拿回去 第二天 就准备一些东西 就立即放了 七粒米 因为用不容易 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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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仔永远逢祥 那时在博富林中心 那时在省路上班 住在博富林 既然是黄督康 住在博富林中心 登房就特别便宜了 为什么特别便宜呢 因为对着 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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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这些 对着 对着 放蒙生 真是很有效的 放你疲了 不放 又叮叮叮叮叮 又叮醒你 放摟又叮叮叮 又叮醒你 你放得好 的话 你会顺利一点 做事也会顺利一点 所以一直放就放到现在 现在放四次蒙生 每个堂都走去放蒙生 功德堂也好 这个堂也好 放四次蒙生 所以放蒙生知识 感觉又不会被你病 病了就不能放 所以它一定是护着你 所以将你的冤家债主 变成你的买份帮主 变成大护伯 你是一个护伯 每天施食 每天施食的东西都要吃你的东西 就算是冤家债主 吃东西才爱他也未遲 结果每天放 每天吃你的东西 变成你的护伯神 没有了你不得 所以这个施食是好的 那时候还没出家 所以在家人都可以放 你说是否要固定时间 也不是很固定 你放到会不走 也不会 我的经验是没有 你不帮也没有 你去别的 去别的不帮也没有 即是它不会害你的 为什么呢 那些是佛菩萨 佛菩萨在这里 请佛菩萨的 你前面有请佛菩萨 放萌生那时候 有做功课 有念佛 有佛菩萨在这里 那些东西是作不了怪的 不会说来了不肯走 怎么办 不会的 你不用害怕 这些放萌生的东西 而且它是发愿 是不让你的人看的 不让普通人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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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看不到的 所以你不用害怕 不需要害怕 一会儿 出来会会吓到你 然后不会吓你 又不会吓你 又不用害怕 所以这个 这个萧业 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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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福也很重要的 除了萧业 我们要积福 积福是在网上的 那个是十二天神共 十二天神共 积福 我们的福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的福是前定的 因为我们 我们除非不相信有业 如果我们相信有轮回的时候 我们相信这一世 就不是只有一世 我们现在这一世 并不是只有这一世 我们这一世 这一世是上一世的延续 我们上一世死了 这个是我们上一世 上一世死了之后 那个宗蔭生就出来了 那个宗蔭生就出来了 宗蔭生 我们 第八色 这个是上一世 说上一世 上一世的DNA 首先说DNA 接着说白色 白色是否就是DNA 为什么白色不是DNA 因为DNA是不变的 DNA不会改的 但白色是常常会改的 所以我们进来的时候 我们上一个身体进来的时候 一部份就变成DNA 第八色就在DNA的旁边 DNA有60兆个 60兆个DNA 那些DNA的凶纳就是第八色 所以那天我来听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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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讲经的时候 那些人回来的时候 9点就听 有谁共鸣 听到那位警察 那位警察说 他找划牆机的 有一次划牆机失事 然后就跌下来 跌下来 第一件事 他就整个在划牆机的弹 离开划牆机那里 那旁边就有把声 告诉他 你如果你想死的话 你就吐住那口气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你就含着那口气 不要吐 然后他就不吐了 然后他以前做的事 一幕幕地出来 一幕幕 这是叶镜 以前做的事一幕幕 龙生你死的时候 以前做的事会走出来 因为个个都是这样的 这个叫叶镜 如果你做的坏事多的时候 你很害怕 就马上地獄现成 这样就下了地獄 你做的好事多 你就会很安乐 离开身体的时候 一幕幕地走出来 然后他就不吐了 他就含着口气 掉下去 掉下去 然后医疯好了 心肝肥胃肾 全部都掉下来 医疯好了 才能做节目 所以这个 当你离开身体的时候 是DNA离开 DNA不离开 就是第八色离开 第八色是在DNA的旁边 所以整个生体就是第八色 传进去 你整个生体都是第八色 只要凶纳他就是第八色 所以 如果你换心换腺 切到一匹 他不会的 DNA就走到其他地方了 所以不会整个换 DNA 比如说换心 你以前很喜欢吃朱古力 现在换心 换了不喜欢吃朱古力 那你就不喜欢 因为换了别人的DNA 拿了别人的DNA 拿到你那里 但第八色是拿不到的 以前没有福布 现在换了之后 变成有福布 那当然不会 那些第八色会离开 所以我们的第八色离开了之后 会进入第二个受体 一部份就变成DNA 这个要附精无血 当然 这个是父母的DNA 父母要有缘的父母 他也是规定的 因为上高 是有人管你的投胎的 如果没有人管的时候 就天下大乱了 一定要有人管 为什么有人管呢 就是有些多事的人管 有些天我管这些 那我就管你 那你经常看那些东西都知道 他们有空无事 那些天没有东西 你管我 原来王是管这些 或者玉皇大帝是管这些 这些是名字 他可能真的有些天去管 管它的时候 你进来 就有个八字 叫做生臣 时臣八字 时臣八字 有些人说准 有些人说不准 其实你是人生的条马 时臣八字就是你的条马 就是你一世人的 何时狂 何时有钱 何时盛 你看了凡四分 王极臣酥的诗 条马 一定准 但是为什么会不准 因为有些人 他是准的 你吃饭 睡觉 看电视 上班 上班 吃饭 看电视 你当然不会改它 就是没有东西改 你学了佛就不准 学了佛 你有善业 善业 你就改它 因为一些未发生的东西 还可以改 发生的东西就没得改 以前过去的东西 当然没得改 但是未发生的东西 你还可以改它 所以你只要改它的时候 你就可以改的 可以了分四分就能改 那么这个条马 就是人家何时发达 何时做什么 何时成的 原则上是应该准 但是有些人蠢的头是不准 有钱收拾 他也不懂得收拾 那就是不准 我有个徒弟 他经常买六合彩 固定买那条 那天刚刚那些钱都用完了 就是那些卖会的钱都用完了 他又说是不合适的 他去买 他老婆就说是不合适的 买 这么有空 你种什么容易 买了这么久都不种 谁知道就不会买 不会买就刚刚那时种了 刚刚就种了预奖 好似是动头奖还跳起 种了六十几万 六十几万就没有买 所以就叫那时种 所以这个穷通德塞是有固定的 命运 命运是有固定的 有些人有些好事的天神 弄了一个条马 因为他要分 他要管音控制一些人 要不然你做败事做善事就没得分 他一定要上善佛国的时候 他一定要有一个管理程式 就是它是总机 你这些小的电脑 永远都要给他管 要管它 他管的时候 你就有个条马 何时出态何时成 这条马就变成了北斗七星 什么天 什么破冠 六传 十二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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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命兽 本命耀 本命荣神 本命星 当年属星 这些全部都是你的星 即是你的所谓守护神 如果 untuk供你守护神 那 опた就 便会好复了 高 2025 那些人就说 如果你的守护神不好 供就越不好 不会 黑社会也会变成成大护法 自然会变得好 每天生给食物 所以这个 供十二天神 供 供本命星 本命言神 宝 受 本命要 公 宗明供是本明星座 本明要是日 本明升、本明秀、本明要、本明元臣 供齊时 它一定会守护你 所以这是最快的方法 因为最快的方法 供奉后有烦恼也和你消除了 没有烦恼 即是没有那么多亦元便没有烦恼 所以烦恼经常因为不够福报 当你中了福之后 自然就没有那么多烦恼 所以我们对峙烦恼 对峙烦恼是小成的做法 不过你也要对峙一点 你不要经常被它供奏的烦恼 多侵众生不敬观 多侵众生慈悲观 这样也好 即是你对峙了 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看你烦恼有多少 有些人特别烦恼 对峙不了 对峙不了 那你就有它 但是你一路做你的事 做一些利益你的事 或者种福的事 那你以后就会越来越好 你找到你去 为何我供烦恼 因为没有烦恼 你自己弄出个烦恼来 根本不是烦恼 天气热又不是烦恼 天气冬又不是烦恼 没有食物又不是烦恼 吃得多又是烦恼 吃得少又是烦恼 你又要乘坐车又是烦恼 不坐车又是烦恼 走路又烦恼 所以你要烦恼 各样都是烦恼 当你不是烦恼 这是人必经的事 你就自然不会烦恼 当然要少一点烦恼 才无烦恼 找来找去都不够 找来找去十个小时 七个小时都不够 没有烦恼都变成烦恼 所以最重要是福报 福报也没有烦恼 所以小城断烦恼了生死 将你的烦恼整转 但是断烦恼大乘 就转烦恼为菩提 烦恼即菩提 你不可以去除烦恼 你不可以离开烦恼生活 所以你把大菩提心 人就是这样 菩萨就是这样 学佛就是这样 一定要受这些事情 一定要受报 这就没办法了 这些是你的业 你唯有改业 就是改业 萧业绩补 放萌生 知识 共十二天 改命 改命 这就没有太多烦恼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提出来问一下 有没有问题 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世言道 众生无边世言道 宏老无尽世言段 众无无尽世言学 众无无量世言学 众无相世言成 您 我问 回答门 我们下一次 去卡住 别什么 diverse 看对 好